那繼續我們來看 這個主界中處調查的現實 現在五十五歲以上 也還在吃頭路的人 是這幾年來上街關 其中五十五歲到五十九歲 中高齡的就業人口 就是說也還在上班的人 比十年前是增加兩百多 中高齡就業出現聯名時表示 七元的労働人口 上面有北部 會有害怕 加上經濟外 都不敢說要退休 六十一歲過程時 退休之後 後來開客廳車 生母前小孩都已經大閒了 有工作也要經濟冷革 不過副先生也覺得自己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現在年輕人也不好賺錢嘛 自己能夠擔當的話就 給我擔心一下收費 相關是開客廳車的翁先生 也是每天都去找車 他說事件不好 想要開到六十八歲 沒有提早退休的趴上 現在又沒什麼繼續 沒辦法說提早休息 根據主界中處最新統計 中國人就要靈靠一直在政家 目前五十五歲以上就要靈靠 有百四十五萬人 創下年年的新冠紀錄 日五十五到五十九歲就要靈靠 目前有八十三萬五千人 到十年前的三十八萬四千人來收比 以後已經增加兩百萬 像現在年輕人的話 二十二K 基本上是也沒辦法養活家庭的 所以一般都要靠中高年齡 這個年齡層 而且這個年齡層的人 一般來講是屬於 甲心敏感 就是上有高糖下有七小 中高年就要靈靈出一年民館餐 五十五歲到五十九歲的就業者 如性比例也中年上升 這幾人是第二次就業 大部份是最前幾天發團團 或者是在外形消架上走 在大塊境不好的正常的 很多年會比較大的人不敢退休 各位勞動靈靠 也要再次來講 記者 總好報道